今天我们的startout非常特别 因为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 他给我们带来两份礼物 一份呢是他的新专辑 爱情无价 另外一个就是他肚子里的宝宝了 哈喽Ginny 哈喽你好 恭喜恭喜 应该说是双喜临门了 对不对 好多喜啊 很多喜对 非常多喜 然后你的这个新专辑 已经是相隔四年了 对吧 然后现在又在那么紧锣密鼓的 这样子的宣传当中 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啊 现在吗 还好啦 因为最近他们就排的工作 就是比较少 可能一天只要做两三个小时的工作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刚刚好到复合的情况 就是因为可能这一胎的那个 整个怀孕的认诚反应是比较大 那所以感觉上 哇真的好累 而且很容易吐 那所以 今年就是要休息的时间会涨比较多这样子 对对 但讲到这个新专辑也算是你的一个宝宝 因为也是隔了四年的时间 也是不短的时间 对 这个新专辑叫爱情无价 其实从第一首录的那首歌 如果真的要从录歌的时间来算的话 这首歌是从14年 然后到最新的那首歌是去年录的 就是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就是过去的四年当中 你应该是经历了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那相信这张专辑也对你来讲有特别的意义吧 我记得第一首歌叫做《气血腔威》 第一天准备录的当天 其实就是我妈妈遇到车祸的时候 然后后来这首歌当天就没有录到了 就隔了几个月之后再补回录 但是录的时候就是我身带就是起茧的时候 就是很严重 没有办法唱歌的时候 但是那时候录完就是 就是用那个降低音调的方法去把它录好 最新的这首歌《没有你并无挂念》 这首歌说过完的一段感情 这段感情会在你 因为某些事情在你的生命里头没有继续下去 之后你会幻想 你跟他如果有继续下去的时候的一种感觉 想告诉曾经在你生命中出现的那些人 知道其实他们在你心目中还有一定的位置 但是只不过我另外一个方式 我想炫耀给你们听 其实我现在生活非常好 是 所以我对你的那个离开我也没有后悔 怪不得你会在就是hashtag上面写上 我相信你会看到 对 对吗 如果真的要说那个主人用 我们事后有联络的就是我在生完小孩之后 结完婚之后他给我发了短信 他跟我说他跟我说很开心他看到我现在这么幸福 有自己的家庭先生很疼爱我 那当天晚上我跟他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 我们讲两个小时 那个电话挂掉之后我哭了一整个晚上 我相信 对 然后我就非常记得那个感觉 我好希望有一首歌可以把这个当课的情绪给记录下来 那有没有听一下就是歌迷的反馈呢 最近收到的一些评论都是他们说等待麻醉等了好久 因为麻醉这首歌其实也是蛮有故事的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录音的时候是在我怀孕的时候 而且是怀孕最早期是完全没有征照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曲是当时是刻意是制作的 歌词上面就是以我的爱情 就当时跟我还没有结婚的先生的一段感情的故事 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女孩子 我不喜欢说谎 我每一次听回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 我都会很讨厌我老公 我就想起他说谎骗我的东西这样子 他是一个会容易说谎的人吗 他是 他现在还没有改吗 他现在改了 因为一开始就是他不是这一行的人 他会觉得谎言是很容易讲的 当时的我虽然我觉得虽然有一点不合理 但是我会相信你 后来发现很多事情我是要在传媒的口中 才会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 而且传媒报完之后 他还要用不同的谎言去盖过他之前的谎言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生气 是 那所以这首歌的录音的时候 我是蛮累的 就是我的心里的状态很差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 但是我很恨他 然后加上我自己生理的状态 因为不知道自己有小孩 所以这整件事情就是蛮累的 所以这首歌我真的是又爱又恨 那所以就是你每一次的这些故事 你都会和老公去分享 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还是说他也不会太干涉你 他基本上来说都不太理我的 但反而就是他其实真的跟粉丝一样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聆听者 也是一个头好的粉丝 真的要去表扬他的就是 我自己都还没有去买我自己的专辑 他就帮我买了这样子 那所以这件事情是 要在大众面前称赞他 我相信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是在事业的高峰期 然后选择了去结婚生涯 也是 有些人会觉得很笨 反正我觉得时间到了 相信的话就去吧 这一整张专辑的名字叫爱情无价 其实某程度我也觉得 好像是在形容我自己 就是把钢子 把爱情放得很大 就是如果真的是对的人 如果你选择了 你就奋不顾身投入进去就好 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是不是家庭是要比事业更重要的呢 在我没有家庭之前 我一直都觉得我事业很重要 但是后来真的有家庭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家庭给我的温暖 才是最真的温暖 我自己觉得蛮幸福 蛮幸运的就是 还好当初我没有选择 不去把这段感情经营下去 原来我继续经营下去的时候 我会有一个那么圆满的家庭 有一对很疼我的公婆 有一个很疼我的老公 还有一个非常乖巧的小朋友 然后现在在准备迎接第二个小朋友这样子 那我相信这段时间可能工作量要稍微减少一下吧 要啊 因为我太累了 对啊 就是这一次的反应会那么大 我相信老公应该会给你特别多的照顾吧 有 有 现在基本上 因为我们家是副试单位嘛 那要跑楼梯 现在我一般来说 我要不然就是在底下那一层 要不然到睡房之后呢 就是他负责就是跑来跑去 然后拿水啊 拿零食啊 然后突然间半夜突然间想吃什么东西呢 因为孕妇嘛 就是突然间很想吃那些东西的时候 你吃不到你就会心里头就 就很不舒服 然后他就会负责帮我去买那些外卖 回来给我吃的人 那其实蛮感动的这件事情 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可以使唤他的时间 对 这一段时间就是 完全要把他平时对我做的事情 我要对回他做 因为女孩子嘛 就虽然说我的性格是男孩子 但是女孩子有时候你会想 就是想小猫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怎么样 想他宠多一点嘛 你就会在他旁边撒娇 对 没错 然后他会在我撒娇的时候 走开啦 我在怀孕的时候 我可以无限地使唤他 他也不会出声 他不会吭声 但他好像第一时间找的是月嫂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 就是他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第一个的电话 不是打给他爸爸妈妈 也不是打给任何人 他是打给月嫂 可能是因为我们上一次 那个月嫂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他把我 他把我当时 因为刚刚生了小孩 然后那个情绪波幅好大 而且加上小孩子 刚来家的头两三天 就晚上都睡得不大好嘛 就经常会哭 而且我是经常紧张的那些 我是非常紧张的小朋友 你知道喂母乳吗 母乳的妈妈会特别明白我的感受 就是你只要 就算你小孩子不要 不是真的在哭 你只要幻想到他的声音 你的胸口你就会觉得很胀 然后那个母乳就会流出来 那就是靠月嫂来照顾 那那段时间 就是月嫂准备走的时候 我那个失落感 好像我妈要走了那样的感觉 非常依赖他了 对 因为他好像我家人那样的感觉 我觉得他这件事情上面 他是非常贴心 就是第一个去打电话叫月嫂 留一个妻给我 但现在也更好了 因为还有女儿可以一起照顾 我想说我的女儿真的是 这个上天给我最珍贵的东西 他非常懂事 对吧 对啊 好奇怪 这么小小的他就会懂得 懂得妈妈生小孩 他会说帮忙照顾小孩 听过太多的朋友 他们说一胎的时候 准备迎接二胎的时候 那个一胎会突然间闹情绪 对啊 会吃醋嘛 对 会吃醋 但是收发 我现在这么长的时间 我小孩都是一直在期待 那个小朋友出来 而且他是迫不及待地 期待他出生的 对啊 他一直叫我 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所以其实我蛮感恩 这小孩子是一个 算是蛮懂事的小孩 女儿是你的贴心小棉袄 然后我听说爸爸就喜欢儿子 因为可以和他一起踢足球 没错 就是爸爸跟妈妈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爸爸就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 因为爸爸也是一个小朋友 还没有长大 所以如果有个儿子的话 他可以跟他一起玩 踢足球可以带他去打篮球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爸爸反而是对小孩子的期待 期望比较大 爸爸会觉得我当时没有完成的愿望 我希望你帮我完成 爸爸说因为爸爸他有一个愿望 就是他希望做那个足球员 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对 他非常想做专业的足球员 或者想做专业的篮球员 所以他就说我到时候要培训 培养我的儿子去踢足球 或者去NBA打篮球 然后我就说你想想好了 他可能还想你就升一个足球队吧 应该 那也不会 因为爸爸是主动提出说两个就够了 真的 是 因为其实我们照顾小孩子 我们希望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未必可以帮他做决定 但是当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好的环境给他的时候 我们希望尽量提供一些好的环境 很有生活的 就是学习的环境给他 然后 所以我们希望可能在 在未来的日子里头 如果我们不是报复的话 应该要生两个就已经足够了 好的 我们期待你的 宝宝健康平安的出生 谢谢 Ginny